哎呀,这个台下盘脱胶了,掉了 编砖箱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卓公小米 去给一个客户维修一下他那个台下盘 到达现场,我们来看一下 业主说这也就用了两年多 这个盘是整体脱胶了 之前沾的全部都是这种永石胶 它没有配其他的胶,比如说结构胶 或者是玻璃胶 之前师傅教打的可真多呀 这个台面和这个柜体都粘住了 处理这种脱落的盘,最好是把这个台面拆掉 拆掉我们找一个宽阔的地方,好好弄 这是一块虫天然的大理石台面 这个搬的时候要小心,小心给它折断 搬用的时候最好这样立起来搬 这个比较保险 直接把它放到楼道的外边 这样我们干活家里面不会那么脏那么土 这个水龙头也一起换了 看这个样子也用不了多久了 拆了水龙头,找了两块毛巾 把这个台面反过来放平 把这个盘也拿出去 这个要做打磨的 好长一根下水管呀,插的那么深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盘脱落的原因 之前它粘的全部都是用永石胶粘的 这个胶浴水以后就会脱落开胶 看这个胶 一敲一块一块都掉了 把盘上的这些旧胶呢一定要给它铲除掉 然后用角膜机把这个边全部都打磨 这样粘出来就更加结实 近距离看这个磨片稍微立起来一点 打出来就是这种粗糙的纹路 包括这个台面也是一样 这个台面要粘接的这个部分呢 要全部给它打磨 打磨了 磨出这个食材原有的那个底子来 要不然它藏着那个水质油腻 你是粘不住的 打磨好以后 这个盘放到这个正中心的位置 这个尺寸一定要计算好 因为是反过来的 你又看不到里边 所以说这个尺寸一定要算好 这样画出来看一下左右前后 这个距离是否匀秤 匀秤秤秤了我们就打胶可以粘了 我的这个做法呢 是食材面和盘的接触面呢 是打的玻璃胶 这个玻璃胶尽量多打一点 给它打满 然后把这个盆上面这个打磨的灰啊 全部都擦掉 对着我们刚才画的那个线 把这个盆放上去 轻轻的砸一砸 让它贴的比较紧密一点 现在我们就开始和这个勇石胶了 取一定的量 够粘这个盆的量就可以 然后我们对上这个固化剂 这个固化剂呢 是一个蓝盖子的 这个蓝盖子是夏天使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冬天用呢 为了干的快就多来一点固化剂 如果是夏天你弄这么多固化剂 还没等你把这个胶拌好呢 它已经干了 如果你这个量把握不好呢 就是尽量少弄 只不过是你在磨好胶以后 等的时间会长一点 勇石胶呢 我是用过的 所以我对它比较熟悉 取多少量 对多少固化剂 弄好大概也就七八分钟吧 现在这个胶已经硬了 用这个胶的目的就是让它树干 干了以后我们就可以 该干嘛干嘛 就不影响我们其他的工作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胶抹的应该还行吧 比较整齐 类似这样脱落的盆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这几年 但目前还没有二次再脱落的 安装之前呢 把这个水龙头给它换了 水龙头装好我们再上 你弄上去以后 这个水龙头就不好拧了 也不一定能拧得紧 上面挡水条也没有拆 对着之前那个缝线 直接插进去 这是一个新的下水器 这个一套全部都换了 这个密封垫呢 打点胶 防止它漏水 我们这个活还没有完呢 现在我们把这个盆 与这个台面的里边缘呢 清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胶再打一圈 这一圈就很重要的 水是怎么渗透过去的 就是从这个缝隙渗透过去的 把这个胶分好了以后 以后这个水是不会再渗透过去 这个台面就不会脱落 换了一个水龙头 换了一套下水 这下一劳永逸了 这样我们台下盘的这个问题呢 就处理完了 客户家呢 旁边还有一个花傻 这个花傻也是说漏水 现在我们看一下是哪里漏 这里做了一个挡水条 地漏堵在里边了 水都过不去 这个要脱布啊 或者这个毛巾去把它攒干净 看一下这个花傻 放水的时候 这个小喷头 这个管子很明显 里面是坏掉了 这个水不断地从管子里面渗出来 过年了 新年新气象 家里哪哪不合适的 该修修该换换 这几天都是这活 这是个新的 看起来两个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除了颜色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也在四岁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新的也有点问题 拆了给它检查一下 里面这个皮垫应该是不太好 这个接口的地方 直接给它缠点这个生料袋 出厂的时候 厂家可能是疏忽了 这个没有检查到位 重新给它装回去 这回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这就弄好了 这回给厂家又省不少钱 要不然他还得补发一个新的过来 还得找师傅上门换 就这两活 大家觉得收多少钱合适呢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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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记得 我记得 谢谢观看